大家好 現在小巴 我們經常說爭取一件事 除了十九座位之外 就是低地台 為什麼做不到低地台呢 大家可能未必會有意 其實在司機旁邊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蓋 蓋裡面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一架小巴的引擎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有一個引擎在這裡的原因 導致到它下面走的一個 所謂的尾輪的傳動 其實下面是一條心的 為了遷就了 我剛才所說的那條心 所以這個地台本身 就是要偏高的 如果旁邊看是大約哪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大約在這個位置 它後面那輪 其實也是有一條所謂的軸 叫濕 去到尾就再轉另一條橫濕 就令到尾輪來到滾動 如果要一個低地台的小巴 要怎樣做呢 就是將這個引擎放在車頭 就可以降低地台 但問題出現了 就是說如果將引擎放在車頭 而空間不變的話 即是代表車子就長了 而香港是有一條法例 就是限了小巴 必定是七米以下 所以如果在這樣的擺放之下 其實所有低地台的小巴 而又坐到將來可能十九座位的話 是必定長過七米的 這就是正正為何我們現在見不到低地台的小巴 但政府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一些改變了 他們已經有計劃將行走一些醫院路線的小巴 容許放寬去超過七米 其他小巴為何不需要這樣做呢 政府是有說法的 因為有些道路 有些牌 大家如果要留意的話 是有一個說不准超過七米的車進入 沒有這些彎位 但是很簡單而已 你只要將那些位置找出來 看看可不可以改善那個道路 如果不行的話 你限了走特別的那些地方 不要讓小巴走 但是全香港其實這些 所謂的不讓七米進入的地方 其實非常非常之少 但是我身後這些所謂的短陣的小巴就做不到 他們不可以透過加設一些座位 令它變為十九座位的小巴 他們必須要換車 所以可能小巴營運商會覺得 車舊舊了才去換 逐批逐批換 甚至他們可能覺得 有些路線其實十九座位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沒有一個額外的需要 不要忘記 法例是最多十九座位 即是說到其時仍然維持十六座位的小巴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的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